你不想想 越是喜欢分黑白对错的人 就越要小心 他心里有没有一层灰 江湖上有一种毒 就叫蒲公英 那解药你可以用 不如我用这瓶药 把上官秋月迷醉了 再趁机讨他的话 不过之前那瓶三日醉 已经没了 我在里面换了荷欢伞 我本来是要拿贺鼎红的 妹妹就这么讨厌哥哥吗 我必须得拿到 蒲公英的解药 奉命山庄的人 给我下了毒 没关系 哥哥给你解毒 是因为 我必须得拿到 蒲公英的解药 为了萧白 为了自己 凤鸣山庄的人 给我下了毒 非得 没关系 哥哥哥给你解毒 这是他们萧家秘制的毒 如果被轻薄的话 不仅仅会毒性爆发 而且还会传染给别人 是吗 是吗 我不信 Zither Harp 你记住 只有哥哥可以轻薄你 其实三日罪凭内装的 当然就是三日罪 那三日罪是什么 只是让酒变得更香而已 妹妹被凤鸣山庄下毒 作为哥哥 又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拿去吧 就算是 yap 切断被作出 一尝 一尝 发生 就算得了 一尝 在夏天 用手 一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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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春花说得对 哥哥是应该换一种方式生活 再找一个心仪的女子 见识过这些又怎么样呢 什么怎样怎样 当然是会开心 会激动 会心乱如麻 会血压升高 会 总之 宗主 就是会很美好 是吗 你是这么想的 你走吧 可是在那样的生活里 会有小春花吗 还有钱 住手 春花姑娘 你干什么 春花姑娘 这真的是解药吗 你也不相信我吗 补大夫都束手无策 你就猜猜 不是害她吗 冷姑娘 我相信春花姑娘 春花姑娘 你快给风姑娘吃解药吧 冷姑娘 刚刚对我得罪 还请包涵 我相信春花姑娘 你相信春花姑娘 那是你的未婚妻 这个药来路不明 你要我如何相信 给她解药的人 是真心救她 不是我不信你 是你太信了药的来处 主持人 是呀 是啊 我怎么就相信那个大魔头呢 彩彩 彩彩 彩彩醒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去找大夫 看看还有没有余毒 我和你一起去 尊主有何事吩咐 将蒲公英的解药给石先生 散于各大药铺 是 慢着 记得告诉那些店家 解药是怎么来的 小白 谢谢你信任我 其实 方才我并未完全信任你 我只是信你 不会伤害风姑娘 可是春花姑娘 这药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我说是在外面买的 你信吗 我找到解药了 我找到解药了 你们快看看有没有问题 这药是从哪儿来的 药铺买来的 你们还愣着干吗 快去找补大夫啊 来 烫不烫 圣盟主 幸好真要有用 封姑娘 你受苦了 封掌门之死 封姑娘中毒 这两件事情 我小白一定会替你 查个水落石出 你暂且留在凤鸣山庄 好好养病 这次 我们真的要感谢春花姑娘 是啊 这次的事情 真的很感激大家 尤其是春花姑娘 她一个不会武功的弱女子 为我到处奔走 拿到了解药 其实 这解药是春花姑娘 在街上买的 买的 你是说 所有的药铺 均在受着蒲公英解药 我盘问过药铺老板 她说这解药的来源 确实不清楚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药铺老板说 虽然这来源不清楚 但传闻这解药 是用长生果的叶子制成的 看来又是这个石先生 这叶子都这么神奇 难道这长生果 真的能有生 春花姑娘 春花姑娘 没想到这城里大街小巷 都在卖这种解药啊 叶子制成解药 在大街小巷流传 果子却阴信全无 这怎么可能 孤主恕罪 熟下已经尽力去寻了 你这实在 废物 废物 这张小巷流传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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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官邱月 我怎么会梦到和上官邱月成亲呢 我爱的是小白啊 对 我第一眼看到的人是小白 所以我爱的人是她 可能是因为最近的事情太多了 加上我又偷窃要被上官邱月给迷惑 也许跟小白成了亲就会好了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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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生果 半婚礼 我的意思是说 半婚礼 当然没有找长生果重要了 是吧 可如今这长生果 突然没了下落 一时也不知如何查起 一日找不到长生果 这江湖中 人人都装着这个心魔 春花姑娘 你觉得呢 是不是心魔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每个人都对这个长生果 感兴趣 被他牵着鼻子走 但是又求而不得 每当有关长生果的消息一出 定会有人因此丧命 像这样的东西要是流落江湖 一定会有更大的风波 销毁长生果 就不会有这些后患了 等等 我们连长生果什么样子都没见过 何谈销毁啊 你傻呀 这找一个东西大家都没见过的 冒充长生果不就好了 春花姑娘 照猫画虎容易 凭空画龙男 你哪来的自信 能找出一个我们都没见过的东西啊 秦公子 你也太小看我春花了吧 看 这是什么 炸鸡 这个你们总该不知道了吧 寿司 我敢保证 这个你们肯定不知道 这个叫 水馒头 这系统设置得也太先进了吧 好 春花姑娘其实很了不起了 毕竟这些东西 我们只是在海国图志上见过 并没有亲身接触过 你还看过那种书 你们在做什么 好 风姑娘 冷姑娘来了 快请坐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冷姑娘 这是春花姑娘新研制的炸鸡 非常好吃 你一定要尝一尝 吃喝玩乐 数你最在好 是我觉得长生果是个害人的东西 要销毁掉 而且 我们大家都没有见过 长生果到底长什么样子 所以春花姑娘做出了这些 春花姑娘真是有心了 春花姑娘确实薄削多才 但也得考虑一下实际情况啊 春花姑娘 春花姑娘真是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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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reveals 感谢观看 别动 春花姑娘 春花姑娘 虽然一路走来没什么主角光环 但就这么简简单单被大家喜欢着 也不错 对不起 春花 你没事吧 是我不好 小白哪儿都好 我撞到小白我还应该开心呢 春花 春花 这么好的宝贝 藏哪儿都不放心啊 什么 成亲 他们都不服气 她就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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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也多亏扫把你笨 要不然也露不到我手里 上次你提到婚礼的事 确实是我太笨 没有给你回应 思前想后 所以决定办一场盛大的婚礼赔罪 春花姑娘 春花姑娘 秦洛峰 你来的还真是时候啊 怎么了 我们啊 要成亲了 上母主 你我相知相遇二十年 没成想你竟然选了别人 放手 春花姑娘 春花姑娘 我本来之前还忐忑不安的 你刚刚不是还度火中烧吗 来 拿着 这个东西 我想了很久才决定交给你的 我和少母主身边耳目众多 冷姑娘心思单纯 风姑娘又大病出狱 再说 你马上就是少母主的未婚妻了 这个东西交给你 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少母主 恭喜啊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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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大喜事啊 小白要结婚了 你这是化眉啊 还是毁容 你这个小夫君 我要把你修书出门了 你放心 我早就已经打开心结了 对 小白没什么好的 彩彩 我会一直守着你 守到你有好归宿的那天 还是冷姑娘 一样对我负责 别忘了 我可是你的 小夫君 掌门 掌门 凤鸣山庄送来请见 掌门 凤鸣山庄送来请见 掌门 十日后大魂 那老夫真要恭喜少盟主了 多谢棱掌门 老夫 膝下无子 一直看着你长大 你也相当于我半个亲儿子了 最近事物繁多 身上连个贺喜的东西 都没带上 因长生果之事 江湖纷乱 也辛苦棱掌门了 少盟主 此时放心大婚 难道 是有了长生果的消息 今天棱掌门 无意间提到长生果 倒是提醒了我 要当众销毁它 还得找个好的借口 把各大门派聚集到一起 直接说长生果 在我们手里不就完了吗 笨蛋 那岂不是会打草惊蛇 眼下 倒有一个好机会 婚礼 叶星主 你可知我今日打听到了什么 我不是你的星主 不用什么事情都向我汇报 要是汇报给尊主 不知道我这条命还在不在 卿之一字 其意切切 叶言 你比尊主无情 不用绕圈子了 什么事说吧 我去报给尊主便是 小春花 有个好机会 像他的爱 我去报给尊主 你怎么看 我去报给尊主 怎么是你呀 属下致罪 你有什么罪呀 走吧 属下有事禀报 十天后 凤弥山庄将举办 萧白和春花的大婚仪式 书下接待一封请见 小白订婚 是和春花姑娘吗 是啊 我很喜欢春花姑娘 少盟主人品俱佳 是个好归宿 可惜我身在传奇谷 不能亲自送去贺礼 虽然我身在传奇谷 但是我没有一天后悔 思思 既然你想祝贺 那我就差人把礼物送过去 父亲你真好 能够陪在你身边 是上天对我的恩赐 我不奢求更多了 你能不能不要再找长生果了 思思 你值得拥有更长更好的日子 可是你为长生果四处奔波 这样的日子怎么算好啊 夫君 我想让你答应我 我们一起共度此生 继续来生 这才是我想要的好日子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同罪 何患 杀妹妹 好妹妹 没有我的同意 你居然打算成亲 好妹妹 了 老女 老虎 这是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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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